4月26日上午 泰国潮州会馆 泰国普宁会馆等一行驱车 前往泰国孔敬府参加 泰国潮州会馆孔敬府 会馆理事长就职典礼 记者及访问团 首先拜访了泰国普宁会馆 孔敬联络处的华人华侨 受到了亲切的接待 当地华人华侨讲解了 会馆在孔敬府的主要职责 和发展历史 会后大家在会馆外合影留念 下午18时 举行隆重盛大的就职晚宴典礼 出席晚宴的嘉宾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孔敬府总领事 谢富庚 泰国潮州会馆蔡汉强主席 孔敬府府一 泰国普宁会馆理事长李正清 出席人数达200多余人 最后中参峰主席荣获 孔敬朝鲁会馆第一届 职委会主席 泰国社会各界纷纷前来祝贺 相信在中参峰主席的带领下更加团结 他说鼓励泰国的青少年努力学习中文 再过两年泰国就要进入AEC东盟经济共同体 精通中文将大有用处 为亚洲人民乃至世界经济文化等领域 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身的情报 主席是否与您和您的客户 你也向您拥重 请您拥重 来订阅您的邀请您拥重 您的邀请您拥重 封印的情报 您拥重 您的邀请您拥重 您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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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的一段时间, 三天的一段时间, 要有三天的时间。 我们已经有三天的时间了。 因此, 主要的质量 和台西方的质量 都在质量。 台西方的质量 都在质量。 因此, 主要有好质量 必须有道理。 您可以认识 认识 识识 也有词。 那就是这种文化。务 começar的, 我们自身做了比较有点厉害。 在这里的文化。 我也有一个认识 需要20公里。 如果没有20公里 增业, 还能实际上更建议, 因此, 给文化成为政治文化。 因此, 文化是比较优积。 是一名的工夫的財富 有很多錢 包括其他人的資金 包括其他人 我看到這件事 是我們將人提出 要有一個財政 在其他人的財政 會使用財政的財政 而是有財政的財政 但是在這方面 在某些国际的国际, 中国人有很多, 中国人没有任何强烈, 文化也没有任何强烈, 文化也没有任何强烈。 因此,计划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自然而言, 我计划优独播剧场。 计划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中国人来泰国投资的, 一定有一点安心。 谢谢大家。 我打算在泰国大概有四个地方要开这个分会。 现在放了已经有的冲泡, 来用。 今天就是空凯, 明天就是科拉, 那科拉西马。 四个。 这个初步我们做四个。 后来我们还要找这个多六个, 装备有四个。 这个可能使我们泰国的潮州有两种的机会。 做一点有的中国的两国的邦交也比较好一点。 今天靠着这样的情形, 我们是很放心的, 没有问题的。 它一定有办法使我们的孔敬的分会做得最好的。 孔敬潮州分会的成立, 一定会在我们孔敬社会当中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想钟先生又是民选的上议员, 那么又在任这个泰国潮州会馆孔敬会的主席。 我想他本身做主席之前, 又是在国会里头, 又是我们中泰友好这个委员会的副主席。 所以为中泰友好做出了很多积极的贡献。 那么我想这个接任这个潮州会馆孔敬会主席以后, 我想他一定会团结孔敬湖这个各个桥团, 为中泰友好做贡献。 为中泰相互之间的团结, 或者相互之间的投资, 经贸网来做贡献。 我想在东北部它一定会起到非常积极作用。 我想当然我祝福钟先生, 这个一定会对大家, 各位副主席, 各位理事, 在我们孔敬二十一桥团社会各界的支持下, 他一定会把会务做得更好。 也祝福他身体健康, 能够把会馆做得有声有色。 我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潮州会馆的分会, 在这个地方能够飞环的, 能够争取他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光彩。 所以我祝福他们, 未来的一切的工作更顺利。 这个是我这一次我们来困定开这个分会的期望。 谢谢。 我祝福他所有的幸福, 所有的幸福, 所有的幸福, 所有的幸福。 他祝福他所有的幸福。 特别是他的助手。 所以他能够教我, 让他给我的课程很大的贴旋。 在未来的长期。 我们下期再见。